我们要做事,来准备启动,啪,对角,对角,对角,哎,走,嗯 OK,今天要学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对吧 你要是如果不会反手高远球,你学不了这个动作 你要是如果不会反手高远球的这个内旋动作,外旋动作,外旋动作看啊 一,速斩,外旋吗,来,扔一下,扔上来,扔上来,我坐下啊 一,二,速斩,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这样子,我现在不放上面,我放下来一点,这样子,一样的,来 一,二,速斩,外旋变成,不是一,二,我是直接,一,速斩,外旋,外旋,好,这个只是第一步 你知道如果你在做一个接沙球能够抽底线 这个动作啊,你必须要把这个动作做到很快,很快,很快,到你的手指也有力量 这么 fast 这等一下的往事 绝了一下开锅 从前半中已不跳,然后变中。 前半其次位,便宜了一 rebel 可以打开锅鼠变成,把不干活,タオ 我一拉 扰 扰 扰 我要做到这么快 为什么我要做快 因为杀球很快 我要能够打到底线 球速是那么快 我得跟着 我的挥速要跟球速一样快 也就是说如果他扔慢 我就可以做慢 看我做慢了 我做慢了 他扔慢了 你要慢慢扔 1 好 速斩 来 没有问题 我做慢慢 1 速斩 没有问题 他扔快一点 来 1 我借不了力了 1 我借不了力了 看到吗 只要他的球速比我的挥速快 我就做不了 懂吗 我知道很多人问 这个动作怎么做的 其实你要防到底先 你的挥速必须要是 所以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学会反手高眼球 你学会了呢 难道你可以加速地做对吧 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的 球速越快 你的挥速要越快 挥速快是什么意思 引牌要短 要很快就可以 在瞬间可以做完 这整个完整 完整的动作是 拉 引牌 速斩 外旋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你可以做完这个动作 才可以 所以如果我做慢 他必须要扔慢 1 速斩 没有问题 他快一点的话 我就得 来 拉打 拉打 他再快一点的话 我就要更加快了 一拉就打 一拉就打 一拉引牌 OK 这个动作一样了 我在斜能 利拇指 绕 舒展 然后 腿 走 如果我还没有做习惯这动作 来 我就借不上力 我借不上力 我还没有习惯 他就得慢慢扔 1 2 他扔快 我就得 瞬间可以 做完 能理解吗 所以呢 刚才有一个人问我关键这个问题 对吧 你们如果会了反手高远球 能够发上力了 这个动作才能够容易的上手 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动作怎么做 但是如果你还不会做反手 这个动作即便你知道怎么做了 你也做不出来 你也做不出来 所以你会看这个动作往往都是 专业圈才做得出来 对不对 他们反后上 啪啪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这边 这样子我把这手放下来 他就是这样子 看到吗 外旋回来 下来 外旋 一模一样动作 只不过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但是 打反手 别人打个高远球 球速是慢的 大部分高远球 我这个动作可以不用太快 来放高远球 我可以打到底线 杀球不是啊 杀球是很快的 所以呢 其实他的难度呢 比后场反手更加 然后更加快 OK 所以你们 我大概给你们说 这个动作是怎么做 你们得自己练 这个得自己练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在我的左边 没有问题 我在这个点抽对角 抽不了 只要他在我的 左肩旁边 来 抽不了 你到时候去抽个中间球 来 来 去抽个中间球 好 那我要怎么抽个对角球呢 球不可以在这边 球要在 左肩前面 我要打个对角球 我不可以 这样子 抽 除非我换去一个 反手握法 这个已经不是 这是另外一种打法 这个好像是反手打法了 打后场反手了 但如果是抽球 我们所谓的反手 这种抽球对吧 这边 我只可以往外抽 那我要抽对手球 球不可以在这边 球必须要在前面 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往前 一推 去对角了 来 扔这边 左肩 扔这边 很好 对角 扔这边 从这边 我就可以打个对角球 这边就可以打 好 那你就问我 教练如果他打这边的话 我要怎么抽个对角球呢 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 如果他打到这边的话呢 只要这个球 没有到你的身旁边 在你的前面 你就往 这边迈 让他在右腿的前面 来 我就可以 抽个对角球 所以我不可以这样子 没有 你要扔这边 我不可以 这样子 我得迈过来 这样抽 这样才可以抽对角球 把 在这边 我是这样转 我只可以抽指尖了 我要是如果要抽个对角球 球 必须不可以在前面 球要在前面 我的腿过来 在这边 我才可以打个对角球 好 这是第一种啊 这是在打双打 但是如果是说 打单打的话 比方说啊 我们这个动作啊 你会看 这个动作 这个已经不是正常抽球了 这个是有点像反手打法的 只不过我这个动作 不在这边打 我会在这边打 我就可以 这个有点像 正手啊 这个单打的 防手了 有点像呢 单打的 来 这种 就是这种防守方法了 他不是握在拇指顶在块面 他是握在斜能了 OK 所以大部分你在打双打的时候 我们不会用这种打法 你在打双打的时候 你要抽个抽球 对吧 我们都会拇指顶在块面 你会靠你的腿 所以在打双打的时候 或混双 你要抽个对角球 你的右腿 一定要赶紧 到位 打个这边 OK 如果你迈了腿 你还想打个直线 可以吗 可以 可能啊 我迈了腿 在前面打 抬进去对角 那如果我迈了腿 我要打个直线 我不会让他在前面 我会让他再接近我身体 OK 只要球在你的身前面 你一打 他一定会去对角的 一定会去对角 那我打个直线呢 他不可以在前面 他必须要在左边 所以如果我迈了腿 可以 在这边打回去那边 那如果我打个直线呢 我得让球 到了这边 OK 我迈腿 在这边 他就去对角 那如果他打个直线 我不可以在这边打 我要让他在接近这边 我才可以打 所以你看我如果我迈了腿 在前面打身体 他去对角 那如果 在旁边一点 再走 我就可以打直线 对角 直线 能理解吗 能理解这个角度的问题吗 能理解这个角度吗 从这边看吧 对角你会看我走过来后 球会在这边的 对角来 对角 直线 打不了 他会去中间 我会 看到吗 我会让他再过来一点点 才可以去直线 对角 看出来的区别吗 一个是在前面 一个是在旁边 你要是如果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教练为什么我往前推球 推不了直线有吗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吗 有没有这种问题 教练为什么我在后场 我在反手或正手往前推球的时候 每次推不了直线有吗 对吧 你们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来 给你们看 你们这是 来来扔球 扔球 很多人说来 推球吧 推球吗对吧 你扔个 扔往前 扔 OK好 推球啊 很多人推球你们这样子 来 为什么去那边了 来 为什么去那边 对吧 你看我们推 会往外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道理是一样的 你放这边 你放前面 你在怎么推之间都很难 我不会放前面 球在这边我会往前迈 我会手往左边放 所以我身体不是 我球派不在前面 你想像我在呢 对不对 我一推 它去 它就往这边走啊 但如果我这样子放呢 来 能理解吗 所以我要推个直线 我不会在身体前面 它会在身体旁边 出去直线了 懂吗 我要推一个对角球 我不会放旁边 我会往这边迈 放前面 直线 很明显的 你看 对角 所以你们呢 不是你们每次学动作 每个球要在身体前面 推个直线就这样子 来 走 哎呦 为什么去中间 哎呦 对吧 好 一些顶尖圈呢 我们 是能够做一个滑板 是没有问题 我们会 在那一山呢 还可以 还可以做一个滑板 这是技术了 这是另外一个技术了 这是高等技术了 但正常的话呢 你们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我要推个直线 我不会放前面 我会放旁边就行了 走 就可以了 能理解吗 所以你要推个直线 不要放 身体前面 不要往 不要往外卖放身体前面 往前卖放身体旁边 一推就去直线了 会吗 这些你们可以去看 往前技术的网课 这些全都是网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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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